我知道春天在哪里 我追着春天追着你 朝着那未知的远方 就让我带你去流浪 我知道春天在哪里 我追着春天追着你 朝着那未知的远方 就让我带你去流浪 又到了一年的五四青年节 今年央视带来了一场名为 闪亮的青春的五四青年特别节目 这场晚会看到了不少热血青年 以及一群风华正茂的青年明星 周深一出场就有种 开户外演唱会的感觉 他身穿纯白色的西装 坐在了花丛中 森林王子的味儿一下子就有了 而且舞台的画面也是相当有童真感 蓝天白云和花好唯美 他这次演唱的追赶春天的人 也好适合当下 再一次沉醉在周深的歌声里 你越过发烧 吹干了汗水 吹干了不知不觉留下的 鸟儿在唱着 二十的歌谣 你看那迷风在不远处 如果要再流眼泪 也会是幸福的泪 不停的闭上眼 又睁开眼 你会不会再出现 我知道春天在哪里 我追着春天追着你 穿过那流转的时光 一个你灿烂的绽放 我知道春天在哪里 我追着春天追着你 穿过那流转的时光 一个你灿烂的绽放 绽放 周深唱出了青年人心中 对梦想的执着追求 每个音符都包含着 对青春的赞美 以及对未来的憧憬 他的深情演唱 更让人感受到了 青春的美好与力量 周深作为央视的宠儿 这次也是作为演唱嘉宾 通过讲述自己的故事 感染身边人 央视新闻发文 转发了周深的五次演讲 发文说 从小一种医学生 到改报音乐学院 带到如今歌手出道十年 周深的青春并不顺遂 有挫败 有自我怀疑 甚至有点狼狈 但他不停和自己较劲 努力突破 水晶玻璃般的少年 已蜕变成更坚韧的 钢化玻璃 周深说 青春只有一次 勇敢去场 只要你不小瞧自己 一定能有热爱与坚定 谱写自己的乐章 大家好 我是歌手周深 成为一位歌手 对于出生在山村里的我来说 是非常非常意外的惊喜 甚至是一个 有点接不住的惊喜 小时候 我并不会觉得 会唱歌是一件 多么骄傲 或者多么特别的事情 唱歌对于我来说 更像是一个玩具 能够化解童年孤独的玩具 所以六七岁搬到城市之后 当父母在外面打工的时候呢 家里的录音机 就成为了我最好的朋友 那个时候 家里有一个旧的录音机 可以同时放两盘磁弹 我就一边放着音乐 然后一边唱着 另外一边就按下录音键 把喜欢的歌录满了 整整的一盘的空白磁带 这样算起来 它才是我人生当中 第一张个人专辑 不过喜欢归喜欢 但是我从来没有奢望过 自己可以成为一名专业歌手 高中毕业之后呢 我就选择去了国外学医 用小鱼种学医的难度 让我觉得我那一年 所有的付出都是白费的 身心疲惫 所以最后不得不放弃了 那个时候的生活 好像也不会有任何进展 迷茫的时候 我想起了童年时候 路过的那一盘磁带 学艺的路如果走不通 那唱歌或许可以成为 我找到人生的另一种可能 我决定报考音乐学院 为梦想奋力一跃 周深后继薄发后 和央视以及国事参与从未间断 春节联欢晚会 冬奥会 还有前段时间刚受邀 前往纽约联合国总部 演讲一演出 从山村留守儿童成长为 被联合国赞誉的 中国歌坛巨星 中国歌坛优秀青年艺术家 周深的身上始终带着 坚定向上的善与针 证实了那句话 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 现在的周深是演唱会一票难求 任何重要演出都能见到他的身影 而他始终不焦不燥 永远保持赤诚与真诚 永远呈现一种阳光少年的模样 周深全摄了一个普通南海 在当大之年不普通的这些年 经历种种磨难 仍旧不放弃的中国青年 在五四青年节之际 进行五四演讲 如此正能量 是我们青年一代的好榜样 这样的青年 我想会激励更多的年轻人 正如由我所唱 成风骨亦有锋芒 有梦则刚 我的样子就是中国的模样 美人比他更适合 周深这个五一假期都在工作 一日在上海工作 二日晚上赶长洲 凌晨彩排 三日音乐节 四日在上海工作 他真的很热爱音乐 热爱这份工作 难怪五四演讲中说到 沉下来埋头做事的过程中 我的经历反而越来越旺盛 他很享受这份工作 他开心 做妈妈粉的 会经常说 让他不要这么辛苦 要多休息 他是成年人了 相信他会安排好的 放心吧 拜拜 祝我小狗 你看小狗在教书也会笑风声在嘶喃 小狗 小狗 哈哈哈哈哈哈 小狗 还没 这块 这块 我 我给他教育一样的 然后 我给他 我给他教育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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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举起来 又来又起来 然后带把手维都要紧到 用手维的那个东西 手续举手紧 好好好 好 好 朗子长 拉 赵 有 活 我 我的天啊 你看小狗在那中小月子 我身在你娘 無助好冷好清香 一秒平滬滬的浪漫 只要一心來照顧色浪漫 仰望的溫暖不去想不去想 無用緊急說一個 答 喔 妳真不錯 謝謝 我們都長了幾句 謝謝